闪面就是三坛一月在哪里 右手边三座十坛 这三座十坛哪里来的 原来我们有东坡先生 苏东西湖 为了告诫士兵不要在西湖上面 种植莲花和菱藕 所以呢就安排了这个三个坛 这个三个坛会命如在这里 在哪里三个脚上面 你要种植莲花和菱藕可以 三个坛以外 内湖不准重 随着朝代的便接 这个三个坛逐渐的 移到了中间 那我说三坛应乐 怎么应呢 倒影应在水中 这叫应乐 那怎么应呢 这三个坛绕面 每个坛上有五个动 到了八月十五的时候 就用我们江南的特产教授